大家好,我叫周聪涛,是美国科罗拉多州中医药大学的首席运营官。 从2022年开始,人工智能蓬勃发展,在翻译、视频制作、视觉识别、科学研究等各行各业都掀起了革命。 AI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,许多能力都已经达到或者超越人类的能力。 AI进入医疗领域,也是研究的热门之一。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我作为一名中医药大学校长的思考。 面对AI,我们的中医教育如何开展,我们的中医师从业环境如何被影响。 作为一名中医师,我们应该如何去做,才能做得比AI更优秀,在AI的围堵中突围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,很多改革都不是自我主动升级的,都是被跨界改革逼迫的。 比如苹果公司从做电脑转行做手机,打败了传统手机厂商。 比亚迪从做电池到做汽车,打败了日本汽车巨头。 医学的改革也非常可能是从医疗之外的某个领域开始的。 比如谷歌、IBM等大公司,已经开始涉及医疗行业,不久的将来,一定会引起医疗领域的技术革命。 当前的中国是技术发展、技术创新的年代。 所以,不用跨界改革,中国已经开始自发地将AI引入中医的诊疗,并且已经在医院开始了进行实行。 我们今天来未雨筹谋,探讨一下,在AI快速发展的环境下,我们如何避免五年以后不被AI所替代。 下面我先快速地介绍一下AI在医疗领域的应用。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,不论中医还是西医,诊断是所有医疗行为中最重要的部分。 诊断明确了,治疗上就相对清晰了。 所以,AI首先介绍的就是医疗诊断。 医学诊断是通过分析症状、病史和测试结果来评估医疗状况或疾病的过程。 医学诊断的目标是确定医疗问题的原因并做出准确的诊断,以及提供有效的治疗。 这涉及各种诊断测试,比如成像测试,像X光、MRI、CT扫描,或者血液测试,还有活检测试。 这些测试的结果有助于医疗保健提供者确定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。 除了帮助诊断医疗状况外,医疗诊断还可以用于监测病情的进展,评估治疗的有效性,以及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在他们变得严重之前,发现他们并制定治疗方案。 随着人工智能介入,可以通过提高诊断过程的预测准确性、速度和效率来改进医疗诊断,从而彻底改变整个医疗诊断领域。 AI可以分析患者的大量综合数据,包括医学2D、3D成像、生物信号、生命体征和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等。 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,减少误诊的机会,提高诊断的准确性,并可以帮助医生检测病情随时间的进展,从而更有效地治疗和管理慢性病。 所以当前的科技巨头,纷纷将人工智能应用于医疗诊断,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司和产品有,IBM公司的Watson,ADA Health,Path AI,OpenAI公司的DeepQA,和Google公司的DeepMind。 刚才主要讲的是人工智能在西医领域的应用,下面我们看一下人工智能在中医领域的应用。 中医诊断中,参考的因素要比西医的诊断内容稍微多一些,比如中医还要了解患者的生活起居、生活习惯等等,还包括望诊、脉诊的手段。 下面这个视频,是网上比较流行的一段视频,是中医AI和一名32年老中医比较看病的视频,结论是双方给的药方,军药和陈药是一致的,左药和死药略有区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查到这个视频的出处,所以也不敢断定真假,但这肯定是一个趋势。国内的很多中医院已经开始引入AI,进入中医行业。 很多公司也在致力于开发AI学习,或者配套的脉诊一等设备。我也相信,很快AI就会在正规医院里投入运行。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人工智能学习的特点,然后结合我们中医的实际情况,来看一下哪些内容适合AI学习,哪些内容对于AI来说还存在一定的困难。 首先,我们来了解一下AI在科学领域中属于哪种学科,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系。 科学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,本意是知识,是一个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、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的知识系统。 现代科学来源于哲学,通常分为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两大类。 经验科学是基于经验和观察的科学,其研究对象是可以通过感官观察和实验检验的现象和事实,包括自然界的现象、社会行为和许多其他领域。 经验科学依赖于观察、实验和数据收集,以推断规律、提出假设和构建理论。 常见的经验科学包括物理学、化学、生物学和西医学的自然科学领域和心理学、社会学等社会科学领域。 这些科学通过实验和观察来验证和修正理论,并且通常可以利用实验数据来验证假设。 我们目前很多人说的科学的含义是指自然科学,仅仅包括物理、化学、生物等,这是狭义科学的定义。 形式科学则是基于逻辑推理和数学符号系统的科学,它的研究对象是抽象概念和符号系统,而非直接观察到的现实世界的现象。 形式科学包括数学、逻辑学、计算机科学和细细论等领域。 这些科学依赖于逻辑、证明和符号系统,通过推导、演绎和证明来探究概念之间的关系,而不是通过实验观察来验证。 人工智能当然也属于形式科学的范畴。 在现代科学研究中,经验科学经常使用形式科学作为工具,比如在物理学中大量使用数学的内容。 当前各行各业都普及计算机,以及AI的无处不在等等。 当前的AI学习可以分为从大数据中学习,或者从规则中学习。 从大数据中学习类似于经验科学,当前的应用,比如抖音的自动推送算法,就是人工智能基于对人的行为学习。 这类学习结果,应该说还不是完全精准,或者说它达到了一定的智能水平,但还低于当前人类的最高水平。 另一类学习,是从规则中学习,这类似于形式科学的范畴。 最典型的就是谷歌的AlphaGo,在当前的围棋领域,它远远高于人类的最高水平。 当前,AI介入中医,主要是基于大数据学习来建立算法。 当前的AI学习,或者是基于对临床病例的学习,或者是基于对书本上条文的学习,这都属于经验科学的领域。 我们知道,在这个领域,AI目前具有一定的智能水平,但还达不到人类的最高水平。 这种学习,受制于学习数据的准确性和输入数据的准确性。 比如从病例中学习,这个病例是否完全准确,是否是最优法案,这里没有一个完善的标准。 再比如患者输入症状,患者是否能够正确地输入症状,也是一个问题。 所以说,在当前的学习条件下,AI应该还达不到人类的最高水平。 但我们问一下自己,我们现在的水平是什么?我们就是人类的最高水平吗? 如果我们仅仅是中等水平,那我们是否会被AI超越? 我们学校在几年前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,开始在中医的几千年历史中寻找答案。 幸运的是,我们认为我们找到了答案,那就是中医本身的特性。 中医既有形式科学的属性,又有经验科学的属性。 当前的AI学习主要集中在经验科学部分。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同时从经验科学和形式科学入手, 我们就能进入到一个更高的维度,打败目前在经验科学层面学习的AI。 那么中医的形式科学属性是什么呢? 经过我们对中医经典著作的学习,我们在《黄帝内经》中找到了答案。 《黄帝内经》给出了中医的终极规则, 就是调弃之虚实,实则卸之,虚则补之,无问其病,以平为弃。 在《黄帝内经》中,既讲了弃的层面,也讲了症状层面。 但这个终极规则跨越了症状层面,建立在弃的层面, 使中医一下子从复杂的症状体系变得非常简单和直接。 基于上述发现,我们学校现在建立了两套教学体系。 一套是以症状为基础的体系,主要在我们的硕士班和初级博士班教授。 另一套是以企业为基础的体系,在高级博士班教授。 两套体系都包括这么几大内容。 一是基础理论,二是解剖结构,三是诊断学,四是治疗学,五是预防学,六是研究。 我在这里简单地把气体系做个介绍。 我们说气是宇宙万物形成和发展变化的基础。 气分阴阳五行,或者说三阴三阳。 它的核心本质是对应于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。 位置与时间建立了一对一的对应关系。 于是我们用天干地支来建立了时间与方位的统一表示。 所以说中一是典型的时空移学。 气根据位置的不同,它的属性就不同,其运动方式也不同。 比如内经中说,地气上为云,天气下为雨,雨出地气,云出天气。 这就描述了一个天气下降,地气上升的运动过程。 内经说,物生未知化,物极未知变,这里的话与变,就是气化和气变。 我们人作为宇宙的一份子,必然也遵循宇宙的规律。 所以内经说,人以天地之气生,四十之法称, 夫人生于地,玄命于天,天地和气,命之约人。 学习中一的重要思维方式是相术思维。 相包括天相、气相和物相。 天相是日月星辰的运转。 气相是温度、湿度、刮风、下雨等天气变化。 物相是自然界中各种动物、植物的表现, 比如发芽、开花、结果等等。 由于我们没法观察气在体内的运行, 所以我们通过观察外界的现象, 来理解我们身体内气的运行状况。 图像具有非常直观的信息传达能力, 比文字要直观,而且容易理解。 所以在我们的课程中, 我们应用了大量的图像与模型。 我们通过观测星象,定义了时间与空间, 并由此定义了气的阴阳五行属性。 比如,东方生风,风生木,木生酸,酸生干。 东方是空间为止,东方生风, 风是绝音在天的气化。 接下来,风生木,木是在地的五行表现。 然后木生酸,酸是地生五味的胃。 然后酸生干,干对应于我们的五脏。 由此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空间位置, 到天地人的一个链条。 并由此建立了一套五行分类划分系统, 将世界中所有事物都归于五行, 并且用木火土金水来表示。 人处于天地之间, 是天地气焦和气化的产物。 我们说天一生水, 第二生火, 天三生木, 第四生金, 天五生土。 具体在人体的表现就是, 心肺由地气而生, 由于地气上升, 气腾于天的属性, 所以心肺居于格上而属阳。 干肾脾由天气所生, 由于天气下降, 气流于地, 所以干肾脾属阴, 居于格下。 心肺居于上, 但其气下降, 干肾脾居于下, 而其气上升。 这就符合刚才我们讲的, 地气上为云, 天气下为雨, 雨出地气, 云出天气的自然界的运行规律。 五脏之气在人体的运行, 和天地之气的运行方式完全一致。 再来看这张图, 这张图是我们熟悉的子五流珠的顺势, 如果从子时起, 就是从子短开始, 子时属水, 或者说子时对用于北方。 我们如果从南方开始, 或者从五味开始, 则是心、小肠、 膀胱、肾, 按照这么一个顺势的顺序, 也就符合了天一生水, 第二生火, 天三生木, 第四生金, 天五生土的顺序。 如果从银石算起, 就是我们教科书所列的肺、大肠、胃、脾的气的运行顺序。 所以皇帝说, 知其要者, 一言而终。 刚才我们说了人体中五脏之气的运动, 与天地之气的运动方式完全统一。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人体中气的解剖结构。 基于气的层面, 不仅仅有形态上的解剖结构, 还包括功能上的解剖结构, 以及气的运行方式。 这是对中医理解的关键一环。 有些人把这句话改为阳气者, 若天或日。 我认为这样改是不准确的。 我们应该用像术思维, 天与日表现的是不同的属性。 先从天来说, 与天相对应的是地。 在中国古代, 认为天地关系有两种。 一种是天在上,地在下, 这样的上下关系。 另一种是天像鸡蛋壳一样包着地, 地是鸡蛋黄, 形成这么一种包含的关系。 天地这种关系是一种静态的关系。 从这种思维方式应用于人体, 我们可以说阳在外,阴在内, 或者说阳在上,阴在下, 或者说背为阳, 抚为阴。 那么太阳表示的是动态的形式。 太阳对应的是月亮, 在人体对应的是阳气和阴气, 或者说胃气和阴气。 所以我们说胃气随着太阳的运动而运动, 白天太阳出来了, 胃气也出于表, 晚上太阳落山了, 胃气也进入到了五脏。 所以灵书第十八章, 迎卫生会说, 胃气行于阴二十五度, 行于阳二十五度, 分为昼夜。 那么通过这段分析, 我们就可以看出天和地是一对阴阳, 日和月是一对阴阳。 很多人把太阳和地球当成一对阴阳, 这是完全错误的。 那么再往下, 我们说胃气, 具体到胃气是怎么走, 关于男女的胃气运行是否一致, 我们在这里就不深入展开了。 这张图示意的是气带人体整体的运转示意图。 这张图显示的是七经八脉的功能结构, 充脉在中间, 润脉、都脉、阴桥、阳桥, 分别在前后左右, 然后阳围在上、阴围在下、 带脉在中间, 形成了这样一个立体的球形结构。 这张图示意的是在经络中, 营气和胃气是如何运行的。 在诊断层面, 主要包括色、脉和症状, 这三者都是气的外在表现形式, 但色和脉更加直接与迅速。 所以皇帝内经容说, 色脉者,上帝之所贵, 先是之所传也。 我们在临床中, 有太多的例子是脉症不服, 甚至很多时候, 患者的主速都有问题。 比如, 有个患者来了, 说自己焦虑, 我们一号脉, 跟患者说, 你这不是焦虑, 而是恐惧。 患者仔细想了想, 说是的, 他以为是焦虑, 实际是恐惧。 还有个患者来了, 说自己胃疼, 我们一诊脉, 说胃没有问题, 而心有问题。 像这些情况, 如果使用AI, 由患者来输入, 就会把整体诊断给带偏了。 根据诊断, 我们得出诊断结果是, 什么起太过或者不急,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调气, 补不足, 泻有余, 使气达到平衡。 使用针灸, 根据刚才提到的解剖学知识, 我们可以直接在经络上, 按照盈髓补泻的原则进行操作, 也可以加入手法, 比如从盈引味, 或从未引盈, 或烧山火, 透天凉。 如果使用中药, 我们以药味为主, 综合考虑中药的四气五味, 温凉寒热与功能。 我们还可以用音乐, 按照音乐与气的对应关系, 用声音来调气。 我们还可以用颜色, 用食物来调气。 同时针对小孩, 我们还可以调亲母亲的气, 通过调母亲的气, 来达到给小孩治病的目的。 基于气的预防, 我们主要是应用五云六气的知识, 结合我们的脉人, 来综合判断。 五云六气讲了天地之气运行的规律, 其核心内容是气的位置, 与气的运动方向, 由此产生气胶, 引起气化和气变。 所以我们依旧用模型, 来表示五云的位置在哪, 六气的位置在哪, 天气如何运行, 地气如何运行, 通过模型化, 我们尝试解释内经中的原文, 理解其本意。 通过对五云六气的学习, 我们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病人进行预防性的治疗。 同时, 配合对脉诊的精准把握, 我们可以在症状出现之前, 就将病人的气调平, 从而实现致危病。 我们还可以根据病人的出生年月, 来初步判断病人可能的病因, 比如伤痕前法中, 按照病人生日, 来判断病是在太阳, 阳明, 少阳, 还是在其他阶落。 这张图就是五云六气理论中, 气的位置属性, 我们就不做详细讲解了。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问, AI能学习刚才讲的这些基于气的中医的终极规则吗? 我的答案是至少暂时不能。 在理论层面, 中医的阴阳五行、 像术思维与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, AI目前的学习可能会有困难。 在技术层面, AI对脉人的把握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。 我们把症状体系和气的体系, 可以看作是外在的表象和内在的基底。 对于外在的表象, AI很容易学习, 但是对于内在的基底, AI目前学习还存在一些困难。 有人说, 我们已经开发出来可以诊脉的一气, 那我就先问一下, 人的气的状态有多少种? 我在这里, 以脉速列了两种算法, 一种是按照难经中的一脉十遍来算, 我们有六不脉, 就是十的六次方, 就是一百万种状态。 如果按脉经中的二十四不脉算, 就是将近十二一种状态。 如果按照二十八不算, 二十八不脉算, 那就更多了。 基于这种数量记忆, 谁能够提供准确的定义或者学习数据? 谁能够全列出来? 就算全列出来, 就一定准确吗? 我们说人的气的状态, 就好比我们自然界的天气, 我们能把所有的天气状态挪列出来吗? 当前尽管我们用了超级计算机来进行天气预报, 但有时仍然是不准确的, 因为变是这个世界的永恒, 中医也是一样, 中医研究的是气的变化, 当下的气和昨天的气就是不一样的, 治疗上就是应该有区别的。 脉诊医的难点, 目前不是在于是否能够精确地测量, 我们可以堆叠一百个传感器, 把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测出来, 但我们的难点是如何解读这些数据? 所以说通过脉诊医来诊断器的状态, 还有一段路要走。 那也有人说, 那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水平, 就比机器厉害吗? 我的答案是, 在未来我不敢说, 但是在现在, 我们经过训练, 我们的诊脉是可以形成一个综合的判断, 这个判断就会比脉诊医准确。 我们通过诊脉, 可以检出这个病人过去有什么问题, 今天早上吃的是凉的是热的, 情绪上有什么问题, 这样我们就会让病人对我们产生信任感, 这个信任感建立起来了, 后面的疗效就出来了。 在我们的体系中, 我们的一个治疗过程包括三件事情, 诊断、治疗和治疗后的检查, 我们要求不管采用什么治疗方式, 治疗之后, 患者的迈向要达到平衡状态, 如果不平衡, 就说明我们的治疗有问题, 我们就要再重新制定新的治疗方案。 这也符合灵书中的治疗思想, 灵书中说, 次之而弃不治, 无问其数, 次之而弃治, 乃去之, 物负真。 以坚究为例, 意思就是如果弃治, 那么脉就平了, 就不用再扎针了。 如果弃不治, 就是脉不平, 那就要继续调弃, 直到弃平为止。 我们学校同时开设两套体系的门诊, 平时看不出患者数量的差别, 但是在新冠期间, 差别一下就体现出来了。 在气门诊体系, 病人的反馈是能够感受到气在体内运行, 真感可以持续几天不等。 同时, 身体的症状呈现异象发展的趋势, 有很多以前的症状又开始出现了, 感觉身体逐渐恢复着原来的水平。 这就造成, 在新冠期间, 我们的症状系统的门诊, 病人数量减少了50%, 而我们气系统的门诊, 病人数量增加了100%。 在复诊率的数据上, 两者也完成不一样。 在症状系统, 病人的复诊率是40%到50%, 而气系统的门诊, 病人的复诊率超过了90%。 最后, 我来总结一下AI在中医的应用。 总体来说, AI可以完全达到我们中医师的终上水平。 换句话说, 我们就有可能有一半的中医师要失业了。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加强学习, 我们就会做得比AI更好。 通过我们学校内两种体系的门诊情况, 以及AI的特点, 我们认为, AI能够在症状体系, 对现有的中医师产生非常大的挑战。 但如果我们同时学习症状体系和气的体系, 我们认为综合的诊疗效果还是要优于AI的。 还是回到病人这个核心, 我们认为病人对AI的信任程度和AI的自身能力, 可以使AI的疗效达到60%到80%。 而我们综合症状和气的体系, 我们的疗效可以达到90%。 我们可以比AI提供更准确, 更精细的诊疗。 最后介绍一下我们学校。 我们学校是美国教育部授权ACA HM认证, 可以授予两个硕士学位, 两个初级博士学位, 和一个高级博士学位。 我们在硕士和初级博士班教授症状体系, 在高级博士班教授气的体系。 最后,感谢大家。 这里是我的联系方式, 希望大家和我多联系, 感谢大家辞教。 再见。